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台北的南港出发跟台中出发两列明日号叫做日出和明 那这个案子应该会是第一步的明日号的一个首行 那后续在规划上面一直到1月28号这段期间 应该陆续还会有台北台中高雄出发的一个明日号专列 那甚至还有最长天数是五天四夜的环岛 好明日号招标是吸引了超过19家业者来参与 那么业者目前最新的规划是元旦的曙光列车 会带旅客到东海岸看到太平洋上升的第一道曙光 到时候还会有两辆明日号交汇 其实用想得觉得蛮浪漫的 不过相关的细节还得跟台铁局研商才会有真正的定案 再次看一看 感谢观看